早前突然盛存 無線管理層即將出現變動 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資深傳媒人國智人 更加在社交平台發文 聲稱無線總經理曾志偉將會退下來休息 指應第林家棟會回潮擔任高層統領製作部 隨即引發網民熱議 隨後無線企業傳訊部發聲明澄清 否認公司管理層變動 譴責國智人散佈未經證實謠言 及後包括曾志偉將內的四大高層 再向員工法內報信 再三否認傳聞 無線非執行董事黎瑞剛 直指造謠者目的是擾聯關心 他強調目前正是會專注於致力做好TVB業務 今日再有傳媒報導指 TVB已經正式向國智人發出律師信 消息指TVB在諮詢法律意見後 決定由代表律師向國智人發律資訊提醒 任何人散佈會影響證券價格的虛假或誤導性資料 可能需要承擔民事和刑事責任 無線企業傳訊報總監王德偉更強調 TVB多次作出的嚴正聲明行動 目的是緩醒大眾 希望大家在當今網絡訊息迅速傳播的環境下 大眾對於後真相後事實的趨勢要高度關注 並正式對社會及企業帶來的傷害 拜拜